肚脐周围疼是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周立平 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主人医师 肚脐周围疼可以是淋巴结 长细末淋巴结的疼痛 或者是肠经卵的疼痛 当然早期的蓝尾炎 也会在肚脐周围出现疼痛 另外的话一些炎症性疾病 腹腔的感染 腹膜的这些炎症 都会引起脐周疼痛 在过去早一些的年代 比如六七十年代 这个人的卫生期望比较差的时候 这个蛔虫 肠道寄生虫 它也会出现脐周围 以脐周为主的腹部疼痛 当然这几年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 寄生虫的疾病减少 这些症状病人相对比较少了 但偶尔也会这样的病人存在 再排除淋巴肩炎 甚至蓝尾的早期 有时候这个寄生虫的疾病 也不能忽视了 有时候也会引起一定的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赐